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细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上节课咱们看了一下如何从结果集里边把结果取出来 对不对 对 取出来是一种数组格式对吧 咱要注重取出来这几个格式 对不对 其实咱们说的就是介绍了一下函数的作用 那么这个格式这个数组打印不好 对不对 所以咱们应该把它变成什么 变成表格式的数比较好 对所以我们在上边看怎么把它变成表格输出table 可以如果要漂亮一点的话咱们可以用样式对不对 那咱先不用样式了 夸的一宽度等于有双800对吧 有力放在CNTR放在中间 然后下边再输出一个表格 对吧 对 然后循环一次是不是就一行记录了 我们在这里边输出一个什么TR 那这个就不用了对不对 结束之后输出一个斜杖TR 是不是 然后里边是什么 里边是不是这是一个数组 咱们现在是不管是损运数组还是关联数组 对不对 我们都可以把这个什么 这个值打印出来 那既然是数组 我们里边再封H一下 里边是一行记录对不对 对 那这话我们用ROW来做 这是一行记录 我们便利在一行 这一行里边有很多的字段 作为一列 我们在这里边 每一列都是一个表格 所以我们用TB 斜杆TB 对 单元格 底边 连接上一个列表 这样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表格就出来了 密行一下 TB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 但是这个好像格子写错了 应该是BOR BOR 这表格就有了 如果我们想把数据换一个数据的格式 我们学校怎么办 我们把这一次后也就是换一下就可以了 比如说把下面这个做实跤 是不是可以把上面拿过来 是不是一个表格就出来了 这一条是有一个获取的结果是不是行了 那这样的话就写完了吗 是不是这没有字段比较难看的 那我们台数里边给我们提供了如何自动获取字段 对 怎么自动获取字段呢 就保证一个 看一下 从结果级里边 不仅能获取到记录的信息 对于一个结果级来说 你看 这是一个结果级的 有点 除了有记录信息 是不是还有字段信息 对不对 咱们可以把字段信息获取到 怎么获取字段信息 看一下 我们这话 先输出一个 TR 再输出一个 斜杠TR 哪个是获取字段信息的呢 我们就需要找一下函数的 对不对 看一下 这里边有没有哪个函数获取字段信息呢 看 这里边跟FIELD有关的 这都跟字段有关的 看到了吗 比如说这个 返回指定字段的长度 对吧 也就是这个字段最大长度 我们返回来 只要指定哪个字元 只哪个字段长度就返回来了 咱要这个没用 对吧 所以咱先不要这个 这个获取结果中字段的名字 要这个对不对 结果机 是不是也得指定哪个字段 才能获取哪个字段的名字 对不对 后边是 所以 从0开始 第0字段 第1字段 1字段 2字段 3字段 4字段 以此类推 对不对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什么 把每一个字段名获取到 但是我们还有一问题 既然获取每一字段名字 那字段的个数 我们应该知道吧 对不对 那哪个是获取字段的个数 这个 每个书长度 结果机 做一对象 哪几书组 哪个是字段的长度 整几张 看一下 我先拉 别总在这块 这里边 有这个数 获取结果机中的数 这个是总记录长度的个人 我们在这画 但是这个是记录的数 对 我在这说 共有条记录 什么叫条记录呢 多少条记录 对 多少条记录 我们在这画 使用 这个里边只要传一个结果机 我们就知道有多少条记录 诶 写错了 我们 共有 条记录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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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2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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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刚才获取自断名的 还是哪个的 这边有一个 是不是最上面对不对 获取自断名通过结果集 $IES结果集里面获取自断名 第几个 i的 从零开始一丝雷推 你这个人再看一个 ID email name 那个人是不是就有自断名 对对吧 现在我们不管什么表格 都可以这么回到了 也就是这块 假如上面做交 下面打开 你看 都可以自动 是不是 当然这些是空缺的 空缺的 如果想要出现表格的话 我们只需要在这块 在这个位置 and for n d s p 这只是显示的 问题对不对 加空缺 是不这样格的表格 对对吧 这就是我们 处理结果集 像这样处理 是不是已经完全自动了 但是跟大家说 这样的格式不好 对吧 咱们说结果集能获取两部分 一个是记录的信息 一个是列的信息 对不对 现在咱们记录信息 是在下边 这块是获取 获取记录的信息 对吧 这上面这块是获取列的信息 也就是字段的信息 对不对 分这两部分的结合信息里边 当然了 还有其他函数都获取更细 比如说 移动字段的指针 这咱们都可以做到 因为咱们 仅用了现在不到一半的函数 对不对 里边还有其他的函数 能获取更多的 跟列有关的信息 当然其他就不常用了 所以我也不建议大家使用了 对不对 只要记这些函数 就够用了 对不对 但是都不建议在哪 像咱们现在写的问题有很多 对吧 安全方面 咱们后期会专门有一系列的课程 会介绍安全和优化的问题 对不对 但是只看这一个文件 咱们就觉得有好多不满意的地方 什么呢 比如说 写色科语卷的时候 我们一条的油画 这个就去掉了 我最后把这个 搞定这样 二的接近 写色科语卷的时候 我们就不应该这么写 看到了啊 不应该怎么写 不应该用兴 对吧 兴是权获取 理解这问题了 就像我上初中的时候 对吧 不看课程表 不看课程表 一条就是什么呢 树包能有十多公斤天天背着 结果今天就上体育课 对吧 所以书都白背了 那星也是这样问题 咱们在获取记录的时候 只显示用户必须看的几个记录 因为咱们做实验 在这个字段机构还可以 对不对 如果有五十个字段 你能全给用户列出来吗 就常用给的列出来 对 所以不要用星的第一个人意 第二个 用星 如果表结构 字段岁域改变了 就是表着岁域跟着改变 也不太好 对不对 所以咱们这会儿最好指定出来 ID名字 比如说密码 我不要 对吧 然后年龄 性别 你卖了 你看 如果我这会儿改一下 ID名字年龄性里面是当我指定的数据 对 这样表的字段 就算我在ID后边加一个字段 是不是也不会改变这个界面 对吧 所以这块是我们需要的 排序表默认不按任何字段排序 所以最好机构都加上一个排序 这样的话 我们数据就更好一些了 当然他现在就是按提加的数据了 这块油画完了 咱们再从上网下来油画 接着ID名字姓名 里面对不对 自断不要这么写 你想这么写的话 是不是执行了系统函数 是不是效率低 咱们既然显示用户的界面 已经固定了 对不对 那自断名表明可不可以固定写 可以 可以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最好是手工和 写出来 TH 鞋盖 TH 你看手工写没有执行系统函数 是不是效率不高 对 跟他ID ID名字 年龄 是名字 年龄哪个岁月 年龄在前 对不对 性别 多了一个字段 所以当写程序的时候 这是第二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自断信息 别用系统行人获取 效率低 直接写效率更高 你看 效果一样 对吧 对 是吧 自己去写的 第三个 咱们要改成什么呢 这里边的循环 尽量不要用循环 获取某一点的信息 咱先得优化程序 对不对 对 为什么不要用循环 比如说其中某一列 我想把字体变大 或者变小 对吧 或者是年龄 我每一列单独的加一减一 或者日期我合适化 如果循环的话 是不是所有的字段都一起处理 如果不循环的话 你可以每个列单独处理 知道吗 所以在这块 我们要输出什么 不要用这个循环 用什么呢 用这样 输出 TD 写上TD 要一列一列自己去写 当我和ROW里面的 比如说 说话写上 你看 ID 我顺便乱了 ID Name 年龄 性别 你卖 对吧 对 你看 效果跟这个是一样的 是不是一样的 一样 但是不一样在哪呢 我们就可以怎么的分别处理 比如说我想把性别字段自己变大 对不对 如果有日期的话 格式化 是不是单独给处理 比如说我把名字都变成大写的怎么办呢 用 str2 UPPER 你看 单独列就可以处理 所有的这里名字是不是都变成大写了 对不对 这是这种方式 还有 我还可以解放 刚才解放是第三步 第四步 再优化怎么优化 如果这里面每次都使用速度 不如变量方便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 所以改成关联的 看到了吗 就把关联改成所影的 然后顺序上面 那个slide语卷 色语卷是否有顺序了 那就列次的 把这个速度转成变量 大了发ID 大了发名字 大了发性别 大了发 就是年龄 大了发性别 大了发以外 看到了吗 然后里边我还有这么复杂吗 直接干嘛 用变量的方式 大了发ID 大了发内蒙 大了发年龄 大了发性别 大了发以外 这就可以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算计一下 效果还是一样的 但是这样的一句 代码看起来 是比刚才咱们 内优化之前 漂亮多了 当然了 还得注意一些安全的问题 比如说circle注入 或者什么问题 当然了咱后期去PBO 都会自动circle注入 所以这些问题 咱们就不多说了 这些咱们写这样的代码 目的就是为了 你可以改老项 可以用到这些盘子 好吧 那咱们把这里边所有函数都讲了吗 二分之一肯定有了 对不对 但是足够你做所有的项目 对不对 其他的函数 大家喜欢的话 自己得稍稍的去了解一下 好吧 因为你看每一个函数 是不是都不是那么复杂 大家有时间 一个一个点开看一下 有空的时候最好做一下实验 好吧 这就是我们这个内容 到这为止 咱们对扩展函数 这直接就这么多 咱们就可以操作出去了 大家肯定是对于性格来说 还很陌生 对不对 对没关系 咱们后边咱们还 针对这些函数 咱们还会做一些实验呢 比如说咱们会做分叶 对吧 会给你做一个增判改查的实例 让你用它开发一两个模块 你就熟悉它 这只是语法部分 真正写程序 注重的是流程 要有流程和算法 好吧 那这一刻就到这里 咱们结束了 PRP连接MySQL 这套MySQL的扩展 再见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 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 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 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 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 公众账号 让学习 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 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